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著來第二個節目是 聲樂的男女二重唱 第一首是 免叫生死做相思 第二首是 輕微朝朝暮暮 這兩首歌曲的 創作者 旋律創作者是 林志銘老師 那麼 鋼琴以及 聲樂的二重唱的 第二個聲部的部分的編曲者是我 那麼林志銘老師 她是一個非常才華洋溢 而且多才多藝的作曲家 她編寫了非常多的 快智人口 而且非常動聽的聲樂旋律 事實上林老師 她就坐在我們觀眾席 那她本人非常的客氣 也非常的低調 那她叫我不要介紹她 不過我是覺得說 還是要介紹一位 這樣一位特別的鬼才 這樣子 那第一首輕微 那個第一首是 免叫生死做相思 的旋律創作者是 林志銘老師 她採用 達賴六世蒼央加錯的詞 來譜寫這段旋律 那麼達賴六世 她是一個 怎麼講呢 非常特別的一個人物 她有秦僧的稱號 她不愛佛祖 她愛的是美人 那麼她寫了很多 非常快智人口的情詩 第二首 輕微 輕微昭昭暮暮暮 旋律創作者 還是林志銘老師 那這個的作詞者是 藝銘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多方查證 那作詞者是誰 嗯 還是沒有得到答案 那麼這首 輕微昭昭暮暮暮的歌詞大意就是說 服侍三千 無愛有三 日月與清 日為昭 月為暮 輕微昭昭暮暮 整首歌的歌詞就是這樣子 非常的言簡易改 可是它的含義已經達到了愛情的最高境界 現在就請各位來欣賞 女高音 吳旭玲 男高音 戴遠斧 以及鋼琴 陳嘉欣的演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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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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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